小米聊天和大家聊天 都事先支持在索馬里集團社會 事先講的 都要講一下吳耀翰 吳耀翰都是一個我們80年代電影王金琦 其中一位中堅貧子吳耀翰先生 他就83歲走了 不過你幾年都不停聽到他那個腎 各方面一般的 但是你知道他比較是這樣說 很多人這幾年都冠以一個叫做冷面笑像 冷面笑像其實有兩個的 一個他 一個許冠文 當然純體就好像許冠文那個 性價比高一些 因為許冠文是履創電影票房紀錄 而許氏的喜劇也是香港其中歷史電影文化 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不過當然吳耀翰的生產力就比較強很多 我這戲拍了很多戲 當然他七十年代起錶 我記得那時候他好像做過點子 怎麽只這麼簡單 嚇串過蕭芳芳那個電視節目 然後電影我就記得他第一套 我認知現在經常翻看 有半斤八樑去做那個警察和女兒透情 然後許冠文和許冠傑去拍他那些東西 然後他去一張水床那裏 那一幕 我記得就是 吳耀翰主要就是做這個 這部電影開始有人認識 然後可能他也會在嘉禍 那些什麼面膜心精類似的 類似的發展行那些電影 都會有吳耀翰做 但吳耀翰我想那時候就是一個 普通喜劇演員 那時候即可年代出很多的 我想阿燦 鄭則士 那時候有很多類似的喜劇演員 伊雷 但是你不會覺得吳耀翰是有什麼 就是你不會覺得很厲害 我想他真正去到 你覺得是很厲害 我想兩套電影 兩類型電影 一套就是80年代 一套叫做《神勇雙響炮》 這套就是他和岑建勳 兩個所謂的醜男 就擔正當年的票房 張同祖導演的就相當之票房 不知道差不多接位一千萬 我不太記得 但是都很收到的 接著呢 立即如假包換 就轉頭去了德寶作拍一次續集 叫雙龍出海 那時候又很威風 為什麼呢 所有院線將會連續一千場 當然現在可能是匪夷所思的一千場 那一千場 雙龍出海 那時候你覺得吳耀翰開始 叫做香港人普遍接受他 去起奇 然後老實說 他經常拍《家和》的電影 他很喜歡和大哥合作 即是他和成龍合作有沒有有的 我記得那些什麼奇蹟那些 好像有做過那個 那個 又是探獎 但是多不多 但他一定要講這個復星系列 即是五復星系列 他做的那些奇謀妙計 五復星的隱形 復星高照 即是他的角色 和馮穗帆是非常搶的 不過當時馮穗帆 現在拒住 再承認他拍過笑片 但不要看就 你會發覺其實最搶的 還搶的 即是說真的 他的角色 尤其是奇謀妙計 五復星這部 即是當年沒有人猜到 那一部《復星》片會可以的 即是那個贊容相當奇怪的 有這個 即是有徐長林 徐長林不是做這個 文禮的嗎 那時候覺得很特別 即是有有陳建勳的 即是這部電影是 你猜不到 但當年就爆到 媽媽的 接著《復星》片 就拍了大約 都好幾套 當然以第二套最廣位 應該是最好的第二套 是《復星》高少 即是賀瑞 即是那套幫家王打贏 新藝成 那你見到這個 吳耀翰就相當之 那些隱形 那些方面隱形術 是 其實是 其實《復星》來講 我覺得整部電影 其實搶了鏡 即是搶了鏡 直接是 沒有人做得好過他 我感覺 整部電影很好笑 很多少來源都在他那裡 接著《復星》高少說 《復星》高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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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群氣比較多 群氣比較多 下日《復星》就 沒有那麼 即是怎麼說 下日《復星》就沒有那麼 我覺得沒有那麼好看 說真的 很多明星 有很多人打的 你知道《復星》就是 結合邵家 邵家這個 打 就是《復星》 熊金寶和迪威那些打的 然後就 接著就 加入成龍 袁彪那些負責打 邵就是 曾志偉是第二集師 第一集沒有去 接著秦祥流武就變成了苗橋偉 曾志偉應該頂一下 沈建勳的 其實《復星》是變過的 變過陣容的 那麼 第一集就 嚴格來說 一、二集都精彩的 接著《吳遙漢》 不用說這一部份 很多 無相那麼多電影 接著 你會覺得《吳遙漢》已經成了刑 你喜不喜歡他 好 你可能覺得 喂 他不是很厲害 我不知道 所謂厲害不厲害 我不知道 但是他笑片來說 吳遙漢就成了刑 越老 他根本就很搶鏡 很搶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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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做什麼電影 也很搶鏡 我覺得 他基本上就算他做過 怎麼說 做過普通的角色 很普通的角色 但他也很搶鏡 我覺得他之後 都 不視冤家不罪頭 他也幫到 芳芳好像拿了影后 當然 他介乎主角與配角之間 他也很少做 不過有一部電影 我記得是很好笑 我覺得 又是給別人 感覺很好笑 不過 我不知道 那裡叫做表哥道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那裡表哥道 我覺得很好看 那裡表哥道很好笑 是不是表哥道 就是說他其實死了 然後回來那裡是很黑色的 那時候應該有 寶和那時候應該有張堅廷幫忙 那時候應該有張堅廷幫忙 那時候應該有張堅廷幫忙 相當之過癮 不過一路 我想到2000年後 2000年之後 他其實拍戲少了 就是拍戲少了 你不會見到他經常有什麼 他只會偶遇嚇 他只會偶遇嚇 那部電影 還有二齡 那部麥晉龍導演 那部殭屍 我想那部電影 就相當之 令人耍家 那部電影 就是和 這個 爆姐 那部電影 那部電影 就是相當之令人耍家 就是 那部電影 就是相當之令人耍家 那部電影 那部電影 就是介乎 是有沒有演技 那部電影 就是他介乎電影 就是有沒有演技 我又不敢說 不過這個就是 沒有所謂的 他真是一個冷面笑 笑笑笑笑笑 笑笑笑 因為那時候他去 週兩 去過去拍那些什麼 那些什麼 那些搞搞震 那時候我覺得 那時候 那時候 吳遙漢搞搞搞祭 和劉錫賢 那時候 劉錫賢 不要那麼肥 那時候是相當之 很好看的 很過癮 很特別 很棒 那時候我覺得很令人 感覺到 那個笑是 很好笑 那時候打破了 笑片 笑的電視 我想 其實香港 歷史上笑的電視 其實 你合起來都沒有十度很好笑 就算你那些雙聲報喜 笑聲救地救 但是那些亞洲 這個吳遙漢搞搞祭 一定是算你的歷史 這個 電視歷史上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 一環 那我不知道 你們喜歡不喜歡大陸 那我當然一環 是吧 不過當然 他吳遙漢 就有幾個子女的 早前 可能支持 就說他女兒什麼 吃 中大麻那些人 沒所謂 那他兒子 吳嘉隆 就好像近年都沒有什麼 拍電影 我不知道是不是 闖河里胡 還是怎麼樣 不過他就 你知道他應該是 這個有錢老闆 現在每天都有 報紙寫 他爸爸就是什麼 九巴 創辦人 兼九龍殯儀館創辦人 他的大哥吳遙堂 香港有兩個吳遙堂 都是做殯儀的 一個就是那個殯儀商會 那個叫吳遙堂 比較年輕的 一個就是 九龍殯儀館以前 以前 九龍殯儀館售了 給世宅 九龍殯儀館 那間 以前紅殯儀館 那間 現在好像賣了給他們 賣了給他們 九龍那間 以前坐堂幫 就是吳遙堂 吳遙堂 吳遙堂 這個是百分之百的 九記以前很厲害 很多大明星 李小龍 全部都在那裏出品 一時無兩 風樹街一號 最近很多人說 他原來以前 是屬於深水寶區 很多人說這些 當然 因為我真的見過 吳遙堂 因為 都是傷心事 當時 白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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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我媽媽 都是 的儀式 都是在九龍殯儀館 去九龍殯儀館 搞的 兩次我都進去 因為 裡面認識一個細叔伯 他就是 這些 不認識的細叔伯 你去到也很大計劃的 凡是白事 你不認識 價錢 由一元到一百萬都可以 他幫我 有個細叔伯 幫我搞 我 我就找了他 當時裡面坐堂幫 那個就是吳遙堂 看來知道吳遙堂 跟他有親戚關係 很像他的 很像他的 他坐在大廳裡 那時候在辦事 你怎會跟他聊天 那我就覺得 證明他也是一個 屬於是一個世家子弟 不過沒有所謂的 他憑自己的能力 很多人都說 他現在是村屋大王 他買了多少村屋 沒有人知道 他以前 一百萬片酬 六十萬至一百萬片酬 拍了這麼多戲 拍了幾十部戲 每一套 很多人都說 最近很多人都說 有沒有錢 都不會跟我們分身價 只不過我們會研究他 究竟他拍了多少套電影 令我們感覺很... 總之是他這麼說 他演戲也是那種我很喜歡的 很活的 經過他演戲 實在搶鏡子 因為他冷面 實在搶鏡子 他就叫做Claver呢 配角呢 他也是搶鏡子 真的 每次都是搶鏡子 平衡富貴列車 只是說他在火車走來走去偷情 他做特別有戲的效果 第二個做可能沒有這麼搞笑 他做什麼都特別是好笑的 最好笑的是 那套叫什麼 那套街頭霸王呢 他不是做... 超級學校霸王 他譬如 配角都不配角 他做了阮琴的老公 他最後變成了那條青面獸 總之他做的戲 是特別好笑的 他只是出了很小鏡 但是很可笑 這個很有趣 我最記得他做過母艦片 做過《以兔雲記》 李連傑版做過《青翼福皇》 他怎麼說呢 他做很多戲 是很活的 很精彩的 這個也是一個... 我們這一代 其中一個都幾何... 都很少... 我想40歲或以上的人 基本上很少沒有看過 五條漢電影 你喜不喜歡他一件事 當然我不想說到什麼政治 各方面那些 不要說那些廢話 他事實上是一個很好的演員 不過千禧年之後 我想他六十多歲之後 就不停的身體一般 相對就少了拍電影 近年真的... 我記得那套... 就是... 麥俊龍那套電影 最後那套... 就是... 《風在喜是》 有做的 有看過的 去做的 那個什麼杜娟的老爸 但是著作物很少 另外就是《如珠如寶》 不過《如珠如寶》 就是不好看的 就是老實說 雖然有啊... 有啊... 《大哥》 《紅金寶》 我真的不喜歡看的 不好意思 笑編 那就算了 不過就... 《風在喜是》 2017年拍的 那麼... 最後可能他拍的那套 是《加油喜是》2020 那麼... 那我那套我沒有看過的 真的不好意思 沒有看過 那麼... 我不知道大家對於吳耀翰怎麼樣 就是... 我認為那個喜劇演員 就是... 他都是全香港的 就是做喜劇 周星馳第一 許貫文第二 嗯... 他應該都前十名 可能再會再前一點 他做喜劇 一定好看過曾志偉 岑建勳 嗯... 可能... 次於... 馮帥 不過馮帥不知道 是否曾經再拍過喜劇呢 那麼... 但是... 就是... 就是... 有得揮的 就是... 相當之好笑的 就是... 就是... 他也帶領了...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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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本身... 你以為他不搞笑 其實是很搞笑的 那種... 做法啦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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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 金釦 ben讚 那樣都... 真的... 真是... 我想起早前也有得翻看 甚至Youtube 按下去也有得翻看 這個又是一個 別說了 可能現在越來越難有歡笑 許豁文80多 周星馳也不會再拍電影 好像很難拍電影 所以多難再令人有得笑 好了 今集小米聊天就講到這裡 接下來繼續和大家小米聊天